很多黨都有一些婦女的一些團體 但是不要focus在陳佩琪晚上 跪著拖地板拖著時間多久 然後柯市長有沒有幫忙 一談到男女平權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相當有感 強調夫妻結婚是要互相扶持 我的要求你沒辦法做到的話 大概最好就是賴給老公 而身為醫師的陳佩琪 在專訪大談長照政策 更自曝曾經起心動念 想要參選區域立委 面對兩大黨積極布局立委選舉 陳佩琪強調有跟柯文哲討論過 但他卻這麼說 柯文哲強調妻子絕對不會參選 但眼看陳佩琪臉書停更快一年 原來封筆原因是為了他 因為你知道很多話可以 很想講也很想寫嘛 所以有哪一天 哪一天可以出一本書 是我最大的夢想 會解密很多秘辛嗎 這樣聽起來很多人會瑟瑟發抖 不會啦應該是我老公 比較會瑟瑟發抖 陳佩琪丟下震撼蛋 想轉換跑道從政戰立委 為長照政策盡一點心力 TVBS新聞李明煥年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